一颗小球撞破玻璃 故意不小心砸中开机按钮 启动了屋内一台缩小仪 由于芯片故障 一阵火花带闪电导致机器失控 开始胡乱晃动瞄准房内的家具 随着机头蓝光一闪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凡是被动感光波射中的物体瞬间消失 这时并未意识到危险的二人推开钢门 想要捡回打进来的小球 不料机器突然启动击中他们 很快声音惊动了楼下的人 等二人走进屋内查看 殊不知又被一气盯上 他们被震惊的目瞪狗呆 想不到身体竟缩小了几万倍 周围事物在几人眼中都变得无比巨大 突然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先前被缩小的弟弟 可四人刚聚在一起 一条二哈就窜了进来 朝他们不停地狗叫 响声震耳欲聋 听见主人命令他灰溜溜地跑了 很快父亲走上步梯 机器再次启动苗像门口 危急时刻小球突然滚落 刚巧砸中了关机按钮 等父亲推门而入 在沙发上拼命挥手海叫 可对方走到跟前也没发现脚下的孩子 只因他们实在太小了 随后父亲习惯地坐沙发 不料静怡屁股坐在地上 这才意识到屋里似乎少了点东西 接着在几人懵逼的目光中 父亲抡起大锤朝机器疯狂哭吃 吓一秒无数零件如同炮弹砸向前面 几个小孩意外被缩小一变小 无数零件仿佛陨石砸在身旁 吓得他们抱头鼠窜 原来是父亲以为机器没用正在撒气 可发泄完后还是得收拾房间 他拿起扫板来回扫地 孩子们又被吓得东躲西藏 但最终还是被扫进了垃圾桶 又被父亲当成垃圾丢进自家后院 好在几人及时用碎片划开袋子 可眼前一幕却让他们酷腰呆住了 原本后院的草地现在却成了原始森林 但为了尽快回到家中 几人无奈只得开启冒险之旅 忽然头顶传来巨大的响声 吓得他们赶紧躲在蘑菇底下 定眼望去不过是一只过路的大额子 虚心一场过后四人继续前进 又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 仔细一闻这哪里是河 明明就是二哈的一泡尿 这时河面挑来一只小强的尸体 也打消了四人横肚狗尿的念头 突然小弟灵光一闪 只要爬到高处再吹响口哨 二哈一定会被吸引过来 可眼看就要成功 一只野猫跳进院子 直接把二哈给吓跑了 然而意外再次发生 小弟一不留神掉进花心里 同时一只巨大的蜜蜂飞来踩蜜 就在这危机时刻 哥哥就地心切跳到了对方背上 蜜蜂带着二人在院里横冲直撞 刚巧与父亲迎面碰上 他们大声呼救 可父亲非但听不见 还不停地挥舞球棒驱赶他们 结果打中蜜蜂导致坠落在森林里 所幸二人并无大碍 此时父亲看着手中球棍 又抬头望向窗户上的大洞 急忙跑到楼上 果然发现一被缩小的沙发 他意识到自己的发明成功了 但还没来得及开心两秒 又想起一整天没见到的孩子们 于是赶忙趴在地上寻找 直到看见一旁的扫板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随后在垃圾袋上发现被划开的小口 猜测几人应该就在后院的草地里 为了防止踩到孩子 他脚踩高敲带着八倍镜开始地毯式寻找 一不小心又勾住了水管 静意外打开了阀门 导致洒水气突然启动 大量泉水噴流的猪 水猪宛如一颗颗泡弹砸向井 一颗颗水滴宛如陨石砸向被缩小的孩子 他们吓得落荒而逃 一不留神女孩被砸进水潭之中 哥哥奋不顾身跳下去救出对方 好在父亲及时关闭龙头 这才制止了一场灾难 随后又累又饿的几人继续上路 却意外发现一块巨大的饼干 他们开心的大块躲 就算吃一年恐怕都吃不完 可就在此时一只蚂蚁出现在头顶 四人赶紧在一旁商量对策 尽管身体变小 好在智商没变 很快用饼干驯服了对方 还把他当成做起 另一边母亲也得知孩子被缩小的事情 于是他们连夜在院子里找孩子 邻居见状还以为二人有什么大病 顺手便把烟头弹进了草丛 恰好落在四人身边 孩子们利用烟头引然木棍 做成捡一活把照亮前进的道路 很快发现一个乐高积木 于是决定休息到天亮再走 结果深夜一只蝎子突然出现 向他们发起攻击 眼看弟弟要被吃掉 小蚂蚁从后面偷袭拉了波仇恨 几人趁机救出弟弟 两重大战几百回合过后 小蚂蚁终究不敌对方被蝎尾扎中 这时几人赶来帮忙 用树枝刺瞎蝎子眼睛后 赶跑了对方 看着喂救几人领了盒饭的小蚂蚁 孩子们悲痛欲绝 于是简单给对方开了个追悼会 第二天几人起床后 发现寻找他们的父母 可无论如何大声呼喊 对方又龙又瞎根本听不见 就在他们绝望之时 二哈寻着声音找到了四人 孩子们趁机抓住狗毛 就这样被带回了家中 他跳上餐桌试图引起父亲注意 结果小弟一个不留神掉进饭碗里 不知情的父亲还在悠闲地吃早餐 三个孩子在桌上大声呼喊 可父亲根本听不见 一勺咬起弟弟就要开吃 就在这危机关头 二哈一口咬住他的狱卒 父亲这才用八倍镜看见了儿子 接着其他三名孩子也被发现 随后将四人带回房间 再次启动仪器后顺利恢复原来大险 终于结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 随后一家人靠着一气过上富足的生活 那么假如你拥有这台机器想做什么呢